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寒假春节期间 也有子女在美国读中学 读大学本科 父母或者陪同子女一起来或者单独来的 但是这个视频对于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拿FJHLO等等类别签证的持有人 应当也有用 因为他们在身份过期以前 也可以考虑提交B类签证的申请 并且在审理期间延长在美国的停留时间 至少几个月 以后我们会详细提到 对于已经拿B1B2签证类别的 他们可以考虑申请延期在美国的停留时间 这一点目前可能尤其比较重要 因为最近中国的疫情发展和交通管制 很多人会发现 按照原定的预期的离开美国的时间 回到中国不现实 因此需要延长在美国的停留时间 那么怎样来办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持B1B2签证在美国的个人 比如说在美国探亲 房友旅游的 一般来说呢 你入境的时候 这个CBP会在你的护照上面盖一个章 然后呢 这上面会标有停留的时间 在美国有效的签证身份 到什么时间 日期为止 除此以外呢 在网上用你个人的姓名和护照号码 也可以查到个人的I94信息 这上面呢 有在美国的停留期限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原定的 在美国能够停留到什么日期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停留时间即将到期 比如说在今后的一两个月会到期 那么你可以考虑申请B签证的延期 这个办法呢 是提交I539表到美国移民局 一般来说呢 你需要在当前的身份还有效 还没有过期的时候申请 这样会比较好 目前呢 移民局对于I539收的申请费 本身是370美元 但是另外呢 每一位申请人还需要交85美元的 biometrics fee 就是打指纹啊 照相等等用到的 所以呢 比如说如果到美国来探亲 这个子女在美国 那么父母要申请延期 如果是一个人申请呢 总费用就是370加上85 一共是455美元 如果是父母两人同时需要延期呢 可以填写一份I539表 总费用呢 就是370加上85再加85 那么就是540美元 如果是父母两人同时申请呢 就是说有一位主申请人 另外有一位配偶 或者呢 这个dependent 是拿B签证 还有一个小孩子 或者你拿H4签证 还有一个小孩子要一起申请 都需要填写一个I539A表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申请 只要填写I539就行了 如果两个人交同一份I539申请 那么除了一份I539表以外呢 另外还要有一份I539A表格 目前呢 大多数人都选择邮寄 整个的申请材料到美国移民局 你也可以选择在网上申请 但是要注意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如果父母两人 都要在网上申请延期呢 在网上提交 你就要交两份申请费 每个人都需要370加85 一共呢 就是455乘2 是910美元 而如果你选择邮寄申请呢 一共只需要前面说的 370加85再加85 就是540美元 有一个差别 另外如果你选择在网上申请 根据移民局的要求呢 在申请的整个过程 这个全程中呢 都不能要求有律师代理 好 那么这个I539申请 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你当然需要签字的I539表格 前面提到 如果申请的不止一个人 是一家人呢 有不止一位 那么比如说父母两人同时申请 另外还需要有签字的I539A表格 另外你需要有申请费的支票 要写给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这个支票呢 可以费用写在一起 所以一个人呢 就是370加85 一共是455 写在一张支票上 如果是两个人通过一个I539表 和I539A来申请呢 那么申请费就是370加85再加85 等于540美人 除此以外 当然还需要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 签证复印件 还有I94 I94现在是电子版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姓名 护照号码找到 然后从CBP的网站打印出来 还需要有亲属关系的证明 比如说你在美国的子女的出生公正 证明你在美国看亲访友 如果是旅游呢 就不需要了 另外还需要有财力证明 比如是你个人的 或者是亲属的 如果是你在美国探望你的子女 那么需要有在美国的子女的收入证明 存款证明 Bank Statement 如果你是到美国旅游 那么也需要提供个人的存款证明等等 证明有足够的财力负担 在延期居留期间 在美国生活的费用 如果你要申请从比如F啊 J啊 H啊等等签证身份 转成B签证 那么也需要有对应的财力资金的证明 另外呢 还需要有延期的原因 这个呢 你可以和Cover Letter写在一起 Cover Letter下面可以列举出来 这个申请附上了什么样的材料 解释延期的原因 那么中国的疫情是不是一个原因呢 你可以写 但是呢 我们建议不要作为唯一的原因 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到你的要求 但是如果疫情拖很长时间呢 原则上呢 从法理上来说 美国政府呢 不是一定要考虑中国发生的事对你的影响 所以呢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列出其他的合理原因 比如说如果符合你的情况 还要到美国其他地方去旅行 要更长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等等 提供合理的解释 当然还要注意呢 护照不要过期 如果说你的护照还有几个月就要过期了 那么延期呢 也只能延期到护照的有效期 最后的一天 这里呢 顺便还要提到一些啊 我们前面提到了J签证 如果是拿这个访问学者的J签证在美国 没有经过豁免 那么原则上说呢 不能在美国境内转成B签证 当然你可以考虑啊 J签证延期 或者呢 暂时离开美国到境外 不一定非要到中国 然后呢 重新签证进入美国 那么申请提交以后呢 你就可以合法的待在美国 等待处理 这个就是你提交B签证延期 或者转成B签证的I539 给你带来的好处 因为申请提交以后 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在这几个月里呢 如果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 环节 那你可以提前离开美国 哪怕你的申请还在判定 还没有批准 如果你申请还没有得到处理的时候 就离开美国呢 会造成已经提交上去的 延期申请被拒 因为移民局会认为 申请人既然已经离开美国了 就不再需要这个延期了 但是呢 这应该不会影响 此后重新用 比如B签证 或者别的签证到美国来 也不影响此后的绿卡办理 如果申请交上去以后 最后得到批准了 那当然很好 你看批准书上的I94 会有新的可以合法留在美国的截止日期 当然这一点呢 也需要be reasonable 如果申请提交以后 很久很久还一直没有批准 那么也可以考虑离开美国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联系移民局 要求加速处理 但是不一定会有用 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要求延期六个月 申请交上去以后 过了十个月才批准 最后批准了延期六个月 可是批准的日期呢 要晚了 比如说我申请延期到八月一号 申请到十月一号才批准 所以虽然批了呢 但是也已经过了原来要的时间了 这个就是be reasonable嘛 是吧 那你申请提交以后 可以让你在美国至少再多待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不可能是一直这样等下去 那么即使申请被拒 只要在得知被拒的消息以后呢 及时离开美国 比如说在两个星期内 应当也没有关系 那对于其他的 除了拿B签证的人以外呢 在美国比如说拿F签证的学生和家属 或者拿J签证的访问学者和家属 前面我们也讲了J签证的特殊情况 或者呢 对于拿H、L、O等等签证 在美国工作的人和家属 如果工作或者学习 或者访问计划出现了变化 或者按计划将要截职 身份即将到期 但是呢 考虑到目前的疫情交通 需要临时的延长在美国的居住时间 也可以考虑提交I-539表 申请转成B签证身份 像前面提到的 这个申请呢 需要好几个月在美国移民局处理 在申请判定期间 等待期间 不管这个申请最终是否批准 你在等待期间都可以继续合法留在美国 等待申请处理 移民局呢 他在网站上有这样的说明 依据呢是 就是INAA移民法的 Section 212 A9B这一条款 原话是说呢 一文句说到呢是 英文来解释 是吧 延期或者转换身份的申请 等待期间 在美国境内可以不算非法拘留 但是我们前面强调过 建议你在当前身份 过期以前就提交申请 最后呢 讲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17年前 在中国非典SARS期间呢 我的岳父母 在那以前曾经在美国 看望我们 当时呢 已经经过一次延期 已经在美国呢 待的时间将近一年了 但是呢 本来原定的回到中国的时间呢 是2003年的4月 因为当时的非典疫情 后来呢 我们又提交了新的延期申请 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他们前后在美国一共待了 15个月多一点 最后是在2003年8月 非典疫情结束以后呢 回到北京的 这个呢 并没有影响到 他们此后再来美国 那个时候呢 B签证不是10年有效的 所以他们后来 还需要签新的B签证 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后来也顺利的重新 用B签证进入美国 所以呢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B签证申请延期 超过通常的 在美国的居住时间 并不见得会影响 此后重新获得签证 重新用签证进入美国 一般来说呢 你在返回中国以后 如果在中国居住的时间 超过此前 在美国居住的时间 就可以 比如说你在美国 住了10个月 回到中国 也住了10个月 11个月 应该可以重新 用B签证回到美国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探亲旅游 怎样延长停留时间 有更多疑问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